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集旅侠 再加绑子飞银毛钩会是很有意思的消遣 在这一集旅侠会分享绑子一种不在水面上的干式飞银Match Dry Fly 现在简单的介绍所需工具 最左边的是Wise用来夹紧钩子 左上方开始有剪刀 再来是Bobbin用来固定和控制绑子线 最后是Hair Stacker用于让毛发整齐 左下Web Finisher用来打结 最后是Hacker Bliers用来夹紧羽毛 如果你的羽毛非常的长可以选择不使用 材料选择部分 根据自己想要的颜色和喜欢的品牌进行配搭即可 钩子大小建议选择12到26号之间 羽毛我会选择比钩子大一号的 比如钩子18号我就会选择16号的羽毛 把绑子线组装到Bobbin 自己使用了一条铁线做成一个小结 来让线更容易穿过Bobbin的洞口 从钩子眼睛开始 左手抓着线稍微往左倾斜 右手抓着Bobbin往左方向绑 绑到线稳固后就可以剪到多余的线 尾巴使用的是Beaver合理的毛发 它们肩长的毛发坚硬不吸水 很适合用作干湿飞鹰的尾巴 抓起一小撮然后剪下 我们需要整齐的发尖 把毛发放入hashtagger 抓着hashtagger敲几下 然后水平线的拉开装置 你就会得到整齐的发尖 在绑之前稍微量一下 尾巴的长度大概是钩子的长度 毛发要全束绑在钩子的上方 这样尾巴就会整齐 也方便修剪 绑到钩子接近弯曲的地方就可以了 把多余的毛发剪掉 合理底部细短柔软的绒毛 可以让飞鹰的身体呈现毛茸茸的视和触觉 仅需小量的绒毛顺时钟缠绕在线上 均匀的往右方向绑 绑到钩子剩余大约三分之一的位置就可以了 这里使用的是攻击颈部的羽毛 这种羽毛下方部分因为鱼子偏长且多细网 不适合绑干式飞鹰 需要剪掉 在绑之前先霸掉底部左右两边的鱼子 一般只需一个方向绑了羽根就可以开始旋转羽毛 这里呈现的是X型绑法 这种绑法可以让羽毛垂直 在等下旋转羽毛的过程中较容易操控 鲜少倾斜 绑到接近钩子的眼睛就可以停止 开始绑自自飞鹰的灵魂 它的领子 如果你的羽毛足够长 不需要HackerBlyard直接用手就可以开始旋转 往钩子眼睛方向转大概7-8次 每转一次就往前进一步 转好后就用线绑两次 再绕到前方绑一次 确保稳固就可以剪掉多余的羽毛 修剪那些往外翘的鱼子 如果你像影片中一样 手震的话会有93% 把你的线也一拼剪掉 先把线移到一边 再用双手修剪 比较安全 可以打劫了 拿着WaveFinisher 前方的钩子勾着线 然后把线从前方绕到后方 拉到工具的凹陷处 先转半个圈 把线带到你要打击的位置 然后再旋转3-4圈 转完后握着WaveFinisher 往左下方向推 线就会从凹陷处置放出来 之后左手开始收紧 期间WaveFinisher 还需勾着线 收到底后 再把钩子拉出来 再收紧 就完成打结了 最后 把线剪掉就完成了 毛骨绑制从绑制手法到材料选配都没有限制 尽情的发挥你的创意力去绑制 不管成果如何 只有鱼才有资格去评价你的成果 自己就在此结束 希望有帮助到各位 如果有带到你们入坑的话就再好不过了 谢谢大家的观看 欢迎各位到下方留言或发问 也可以直接发电邮到旅侠的电邮地址 如果影片有说到不对的地方 还请各位帮忙指正 那么我们得控再见啦